Hello 大家好 年近歲晚就是新年了 相信其中一個職業 你一定會看到新年和平時的極度不同 就是在家裡留下保安 大家有沒有發現 平時回家的時候 保安眼尾都不灑你 即使不是半夜三間的時間 可能是7點到8點 透過玻璃看進去 它完全不理會你 當然 我之前也說過 其實開門是否保安幫你開 這是見仁見智 但很多人都會覺得 既然你看到我 幫我按按鈕 你又認得我的話 前提又認得你 但對方是不開的 結果就是沒什麼用 你會覺得這些人是獨立有什麼用的 但你又要加管理費 其實那些算不算是保護費呢? 不知道 但是一到新年 發覺不同了 他們就會煞熟九頭 什麼叫煞熟九頭呢? 就是以前吃的豬頭和九頭 煞熟之後 肌肉會收縮 沒有水分 嘴角就會向上 就好像在笑 所以煞熟九頭的形容的人 就像笑容滿臉 整個九頭那樣 為什麼會這樣呢? 不用說了 因為新年有禮事鬥 其實鬥禮事這件事很奇怪 正常我們從小到大到小的時候 你知道規則是怎樣呢? 就是未結婚 你未結婚的人才會有禮事鬥 通常給禮事是結婚的才會 就是一個小小才會鬥禮事 但是工作又不同 工作的話基本上沒有這條規則 特別是一些對於客人而言 對於客人而言 有些客人甚至未結婚 對於客人而言 有些少點東西的狂態 除非大老闆 但是通常結婚的人都會照樣派 我覺得這是一個不成文的規則 正常就只會老闆派給員工 叫做開工禮事 或者是私人聰明 其實理論上規則上 你們不覺得奇怪嗎? 為什麼呢? 由小到大的知識就是 未結婚才可以收禮事 但是為什麼工作的那些你又不會問的 因為為什麼呢? 因為你自己有份收 難道別人派 或者說 不是啊 陳先生我結婚了 你不用派給我 不會啊 他派給你 那怎麼辦? 收吧 是不是? 收吧 難道有錢不要嗎? 很正常 但是我給大家想一下這件事 你有沒有覺得奇怪過呢? 我不知道為什麼 為什麼工作會不受此限呢? 但是提起這個新年 即是拜年那些 大家可能都要出去 跟親戚朋友去拜年 去別人家拜 當然 你拜年的時候 也有些人會來你家拜年 但是如果別人來到你家拜年 就發覺你家說 那些裝修這麼不行 就是 劇劇慘慘慘的 怎麼坐都不要坐 那就是別人拜得又不舒服 所以最好大家就真的要裝修一下這間屋先 對不對? 裝修找誰都不用說 你馬上去廣告先吧 想裝修 設計、價錢、用料、預算都毫無頭緒 居屋王的工程報價計算機 一分鐘就完成了 輸入資料 再按索取報價 資料一目了言 再夾一下設計、選材、開工日期 高質素的裝修完成 金貴買間屋 裝修怎麼可以隨便呢? 現在居屋王還可以用匯豐和渣打信用卡 提供最長36個月份期計劃 還不快點來找我們 聊一下這間屋想怎樣弄? 好,看完廣告繼續回來說吧 提起剛才說的上班派禮事的問題 大家不知道有沒有這個答案 我也不知道怎麼搞 我出來工作做了這麼多年 這個問題我雖然也有奇怪過 但是沒有人會細心想過 因為也是關乎自身利益 你沒理由會問 你問老闆為何派給我? 你不會的 你回來問老闆為何不派給我? 你會覺得奇怪嗎? 但有些職業特別是不同的 新年前和新年後判若兩人 其中的就是保安 所以就不用說了 他不是說新年才會突然轉態 是臨近,你明白嗎? 他要做好那些預備工作 即是一年裡面 他是唯一那一個月的 即是新年 大家知道正常利是派的年初十 但也很少人會這麼問 可能是派到初六、初七什麼都派完 但他們就會提早半個月左右 就開始做好這個功夫 有幾樣東西 即是上網看報告才說 即是他們又說了 自己留下保安 即是你回去的時候 他就會笑容滿面 即是他甚至有些人 有些保安會站在那裡 有些人就很奇怪 有些網民就說 原來保安會站在那裡 我還以為是坐輪椅 因為你一天到一刻 你都沒見過保安會站在那裡 除了有些比較嚴重的 可能會出來吃煙的那些 如果不是正常 即是你基本上一年 接近365天 你都看到保安會站在那裡 但你發覺這段日子 他原來會站在那裡 他站在那裡 他還會幫你開門 他還會幫你按鈕 開完門你走進去 他還會笑容滿面的 看著你和你打招呼 可能說什麼 李三位 你好 下班了 吃了飯了嗎 吃了飯了嗎 還有他真的看文問切 即是說天氣冷 穿多件衣服 又說沒那麼晚吃飯 身體不好 嘩 感覺完全是 怎麼說 好像你認識了很久的老朋友 完全是 大酒店的一個服務 好像以為自己入了一個五星酒店 另外 有人說他是瘋狂換班 正常的保安基本上只有兩種制度 一是十二個小時 十二碼 十二碼 即是兩間 簡單來說 一是八個小時一間 即是三間 但正常的保安 一個人當值 不是一至兩個 通常坐大堂都是一個 對不對 但不是了 新年就不是了 他就是整排 你回家的時候 你會發現大堂有四五個保安 一字排開 歡迎陳先生回家 你好 那什麼意思 心照 你可以不給 你可以不給 但我真的不能給 說真的 為何我未結婚 當然 這些反而不明是鬥禮事 你一次過五個不得 只要幾個小時就換一次人 有些人奇怪 原來我和大廈有這麼多保安 很多都是臨時奸 頂奸 替奸 加上 你知不知道一棟大廈有幾間保安公司 因為保安公司 其實這行很雜 有很多人做的 可能有很多 炒散之類 雞頭 找很多人頂奸 因為保安放假 要自己 請假要自己頂奸 要找人頂奸 所以就有很多這些人 所以這些新年時候就發覺 整班都還沒見過 不知道在哪裡 不知道是隔離大廈 還是隨便的熟人 就是收禮事 基本上我這些 和收保護費沒有分別 即是拖地 可以不給 可以不給 但沒有人可以擔保 你會怎樣 然後又會和你爬水吹 即是 正常你回家 通常你回家開完門 坐升降機 但他們不是 現在 會主動過來 和你打招呼 又問你 晚上吃了什麼 這個在天氣這麼冷 什麼什麼 真的不知道 還以為你做什麼事 非常好禮 沒有他 和你講那麼多 就是想收你那封禮事仔 對不對 不知道大家 有沒有這個情況 你們也會 都要給的 說真的 難聽這些說 你當給黑衣 都要給的 可能 20元 說真的 不是說為何不給10元 現在這個年代 10元是很難唱到的 你去銀行唱 很煩 通常最低都要20元 當然不會給單數 不然你真的 真的不能上樓 那就是這樣 大致上 不知道大家會怎樣 還有另一行 就是飲食業 都會有一些 利是收 但都很少 你說收利是 應該收得最多是保安 因為你以住宅 那些一幢大廈計 一戶 都不知道收多少個 有些人就說 當然這些 這些 平時懶得 保安 突然間都會這樣 實屬九頭 就是因為利是很豐厚 即是你過年那些 可能收 收成兩三個月 那裡有些利是 我覺得 我沒有這麼誇張 我覺得 我當你 5-5 2 1個月 收成4-5萬 利是 我覺得這個誇張了一點 我不知道你那座大廈 旁邊有多少人 我覺得這個是離譜 那些 但我自己對這個 沒所謂 因為這些本來就不是我期待中的一個 預算中的一個收入 有有無的霸實就 即是我覺得 即是我自己這樣看 我一向不貪這些東西 說真的 那就是這樣 我想問大家會給些什麼 利是給些什麼行業 通常是新年 我會派給些誰 大家去留言說一下 那今天的影片來 我明天見 拜拜